5月23日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 也是健康安全细水州的开端 因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公布了一份报告 这可说是一年一度的泳池警告 而这份新出炉的公共泳池变变报告 真的很恶心 根据这份报告在2013年的发现 将近八成的公共水上活动场地 都有至少一项违规 对48632个公共水上活动场地 进行84187次例行检查的资料显示 八次检查中就有一次导致场地立即关闭 五次之中就有一次使儿童池或潜水池关闭 从2013年的报告也发现 有59%的泳池过滤样本验出 可能导致皮肤疹和耳朵发炎的绿膿杆菌 另外58%的样本也验出大肠杆菌的细菌 而且它通常是来自便便 如果你去游泳以后会觉得眼睛刺痛 通常都是因为绿混合了便便 尿液汗水和别人身上的脏污 哎呦 绿分子 绿种